这边 唐人街就远远没有 意大利城那边热闹 老美那边是晚上 开始去酒吧 但是咱们华人呢 一般是到天黑了就关门了 华人好像他们基本上不会说 华人基本上不会说 天黑了还在外边 喝酒啊什么的 华人我觉得还是 比较务实的 我觉得也行吧 这样的去享受家庭的 这种传统的烟火器 对吧 就是说晚上 并不怎么去外边的酒吧 像老美那样去喝 那种酒啊 冰凉冰凉的酒啊什么的 老美那个酒好像 我觉得好像我是没有任何兴趣 他们的那种方式 还行吧 你看这边华人的区域就很冷清 这是地铁 修地铁的这个地儿 总之过了吧 这边是红灯 是吧 这边基本上就全关了 这个地铁修的 以蜗牛般的速度在运行啊 以归宿在施工 归宿 这边也很冷清了 现在是几点了 大约有七点吗 你看那边已经开始 商场把那个衣服勾下来 要关门了 也行吧 这就是 美国这边的情况 今天看着一个小伙子 因为我看他的 电动作用车停在路边 我拍摄了一会儿 后来我就走了 是一个新的一个电动作用车 是深圳 生产的什么什么牌 都是汉子 后来我在那溜的时候 也看到一个小伙子 在路边很灵敏的 很灵活的骑着他 搜搜搜搜搜 就过来了 一个华人小伙子 我不知道他那个车 是从哪儿拿的 你看这是游客 他们手里拿着照相机 一般手里拿着照相机的 一般就是游客了 所以我就想着他们 电动自行车 是怎么样从中国运过来的呢 或者 就是我不太明白啊 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那种 纯中国生产的那种电动自行车 就那种简装的 简易的电动 简易的自行车 在自行车那个鞋梁上 放着一个四方的一个电瓶 对吧 那是我在这第一次见到的 因为以前在国内 见过好多这样的电动自行车 但是在美国没有 护儿儿童服务 这边是准备出租for lease 招租啊 现在好多房子应该都空着吧 这边的经济不太好 今天感觉印象比较深刻 似乎是要有点烟火气了 要恢复的样子了 感觉 希望这个疫苗早点出来吧 疫苗早点出来 然后大家都接种疫苗 这样就好了 这边是一个大的下坡 那时候我看前面都板街 有好多人 看这边很冷清了 潘胜街这边很冷清了 冷冷清清了 马上这边就要整体的就都关了 这边看看这边有什么活动吗 对吧 就明显的没有刚才那边 意大利街那边热闹 好像今天白天这里有什么活动了 但是现在都关了 也算挺热闹吧 这边 对吧 哇塞 这个哥们在这抽烟 他这么抽烟 他这么抽烟 他这个是用竹管抽烟吗 用竹管 哦 Boy 噗 哎 噗 啊 这边还是挺冷清的 冷冷清清 这边有人在玩那个滑轮滑板车 然后对面这个是一个照相机店又开业了 所以照相机店开业应该是标志着一些游客又出现了对吧 要不然照相机店他会开业吗 而且还卖手机SIM卡 他这是水烟袋好像是 他滴的水 进屋去了过在这车轮 不好意思了 他这个不知道什么车 他这是 吉普车 跨轮胎的吉普车 应该是越野用的 吉普车 他回污入去了 这个地上是这个烟丝啊 他这个水烟袋是什么原理呢 用水去过滤 用水去过滤这个东西 不太值得 不太了解啊 吓一跳 拿着一个大的一个竹筒子在那裹 然后一边点烟一边有这个水呀 从这滴得下来 这个都是红红的灯笼 红红的灯笼 这边是游客 哎 这几天不见 这个 旧金山唐人街就变得一样 变得很明显哦 好像大家都不怕病毒了 都刀枪不入了 从川总统康复之后 大家都有信心了 因为川总统 他说好像 要把他治疗的方法免费给 美国的国民去治疗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拉选票啊 这个说不好 说不好 这又到了花眼角这边 花眼角这边还是有一些老人 在这块 然后这个里边虽然写的是关闭 但是有一些小宝宝也进来玩的了 关闭 但是有些人也在里边玩 小宝宝也玩啊 实际是不允许的吧 但是好像大家也都并不太介意啊 小宝宝们在这照玩不悟 所以美国这边 国民也并不是完全的遵守法律的 对吧 就是以前人们说 美国这边 人们的法律也是非常强 对吧 一旦有什么规定了 人们是不会去违反的 但是现在看 好像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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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那吃的这应该是游客 那两个年轻人 这边好多老年人啊 年轻人特别少 哦哦 那个小宝宝摔了小宝宝 我赶紧的让他 我说了一下让他刹车 因为那个小宝宝坐在车的前边 然后他从车上掉下来了 他爸爸没看到 我就赶紧的说哦哦这样的 提醒他一下 这边在打扑克 这个流浪汉 在这儿 然后这边是一些华人 他们是 向上乎乎的那个黑人 向上乎乎的 里面还有一桌 里面还有一桌 吓人呢 真恐怖 他们这种生活方式 但是我是受不了 就那么扎堆 他不会传播病毒吗 不忍直视啊 看着我都害怕 况且在那儿坐着 坐一上午呢 一下午 哇塞 天呐 老天呐 啊 好了再见了 再见了 再见了 拜拜 再见